欢迎订阅 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我们 来做一个年糕 我们这边的太同班 太水加上一点油 把芭蕉叶烫一下 好,现在开始做了 把糯米粉倒到大盆中 加入适量烧开放温的水 用力把它油 来啊,打太极了 好,油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来加另外一种 碱砂水 我这里是25斤的粉 用半斤的碱砂 开成水来加进去 继续一直油 把它油久一点 油韧一点 这样子蒸出来才不会裂的 哎呀 腰都吃了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可以留下来 现在把它搞过平底盆中 把它泡一下 泡一下 泡两下 它会有出泡泡的 那这些是空气 好,上锅蒸 盖上锅盖 蒸两个小时 用湿布把它围起来 防止它露起来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哇,好烫 用筷子试一下 熟不熟 筷子不会粘连就熟了 OK 等下就把它拿出来放凉 放凉了才缺开 用来煎也可以 用来蒸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家 泰桶班 网友们有没有吃过这个 有吃过的网友们 告诉我你们的方法是怎样子吃的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蒸来 蘸糖油吃 tit了 尼茶 糖油 好 肥子